吉安湘工所为了有效的活化空间 将位在吉安路三段早期收购烟业的买烟厂整修 转型成为了吉安创客栈 30号的上午举办了桥迁开幕的仪式 将客家事务所搬迁进驻 而未来将以发扬客家文化为宗旨 并且以开放式的空间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位在吉安湘吉安路三段 前身为全台最早收购烟业的买烟厂 曾经撑起560年代吉安农村的烟业产业 如今吉安湘工所为了有效活化空间 将买烟厂重新整修转型 30日上午举行朝鲜开幕仪式 未来将以吉安创客栈的样貌提供多元服务 从上班日上班的时间都欢迎大家来这里 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型的空间 随时提供我们的好朋友们客人们来这里 作为一个休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展场 当然我们这里承担起我们过去 在满烟历史里面的一个文化的艺能展场 未来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有我们客家文化所 在这里来跟大家签起的服务工作 在我们这一天的客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 开启的青年的创意 未来也会结合我们后辈的这个服务中心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开花我们不同的展场跟掌管 来挹注我们社会平台的力量 协力以吉安相公所开创不同的服务能量在吉安 吉安相公所将客家事务所 桥迁结合花联创新创业协会进驻转型为吉安创客栈 未来将以创新创造为主轴 传承发扬客家文化为宗旨 打造青年实践梦想的创业平台 以语文产序四个面向来活化管设空间 定期办理文化产业研习等课程 欢迎乡亲走过路过一起来奉茶 记得蒋方燕吉安相报导